詠勳 李宗盛 光臨 文化 張韓晗 我自己先宣告一下那個韓式 如果我講的太快 然後提早結束的話 應該是蠻在意料之中的 然後我今天想要跟 然後我今天想要講的主題就是 迎接Retina大航海時代來臨來談下SBG 然後因為就是全世界最潮的公司就是那個 Apple它全世界最潮的電腦公司 它推出了一個那個什麼 新型的iPad或者iPhone跟那個MacBook Pro Retina 然後就開始搭載那個蠻厲害的Retina的Display 然後它的效果實在做得太好了 就是你用了之後你就會覺得你再回去看一般的螢幕 你就會覺得那些螢幕全部都是有一層霧在前面 或是補剎啥這樣子 然後為了可是這個Retina這個效果出現之後 也會讓一些廠商跟著跟進 比如說Intel他說Retina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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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大概是想說 意思是說在2013年的時候 那個Retina這個技術會普及在各個3C產品上 可是如果我們如果撐過2012年的話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可能就會遇到 那昨天媽祖托夢應該我們可以撐過2013年 然後可是可是因為這螢幕它的解析度整個往上暴增 所以它的那個圖片的需求或是檔案格式也跟著往上倍增 那悲劇就會跟著來 比如說現在什麼過去我們1024 768 現在都變成兩倍大 那那個檔案就變得非常的暴肥 然後更大的檔案需求 這個廢話 然後更多的細節設計 原本只要以前只要設計 可能就是幾種ICOM的大小 可是現在為了因應未來的Retina大航海時代的來臨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設計更多的ICOM的大小 然後以至於可以容納說 舊的Activist 就是現在的螢幕解析度跟未來的Retina的螢幕解析度 然後解決之道呢 目前所知道的解決之道呢 就大概就是用更多的CS 然後第二個就是ICOM form 然後一個就是Media Recruits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SVG 然後基本上前面三項我們都不會講 因為那跟我的本頁沒關係 所以我也不會寫不太會寫網頁 我只會懂SVG 所以人家都叫SVG大大 是有道理的 然後SVG是什麼呢 SVG就是 我簡單幫大家翻譯一下 就是可說放死量圖形 所以大家要簡稱SVG 然後SVG能幹嘛呢 它就是專門 其實是別有用心 好 那就是以上是我的廣告時間結束 然後這邊也是 這些動畫基本上我是怎麼做的 就是在Inscape上 把我這些圖形全部做出來 然後最後再回到筆記本 然後再一行一行 把控制上面的元件 去控制說它幾分幾秒 又做什麼事 透過剛才的那個 Animator或Animator Transform 去把這些動畫做出來 然後另外一種也是 之前工作經驗發生的問題 後來我一直以為 在學習SVG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SVG只有一種檔案格式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 SVG它有做在移動設備上 跟就是小型裝置上 然後特別調整過的 另外一種SVG的檔案 叫SVG Timing 主要是用在小型跟移動裝置上 可是它也為了在這些裝置上面跑 它拿掉一些功能 比如說它沒有濾鏡 它沒有遮罩 它沒有遮罩 它也沒有那個 謝謝 就是沒有那個什麼剪輯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還有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互動語法 然後也少掉一些 自行的設定參數 可是 儘管沒有這些東西 還是可以做出 做出滿完整的功能 就是沒有 沒有那些 那些參數也沒關係 就是硬漢就自己來 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說它沒有濾鏡嘛 所以我們就利用一層一層 就畫了一個好幾層tag 然後把那個tag做出來 一層一層弄 就可以做出那種漸層的效果出來 非常厲害吧 這我們曾經幹過的 真的是太瘋狂了 可是我們還是 就是死命必打還是做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呃 剛才也都介紹到SVG的 對啊 對啊 SVG 你看 IE就滿慘的 可是 可是另外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在圖表上看不到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呃之前的 在負責一個專案 就是SVG 它在 它在 在各大顯示器的 呃 支持度上 其實是Opera做得最好 它還有一些 一些文字上的設定啊 像 像Firefox或是Chrome 它基本上是不支援的 就是你那個 特殊 比較 比較少用的一些語法上去的話 基本上 呃 就會看不到 Opera就是 呃可以完整的呈現 SVG所有的功能 呃 其實 其實 其實SVG從 早期發展到現在 它的命運實在是 蠻慘的 它從來沒有被人家 當做大哥看過 它其實都是 一直都是 都是跟班 到現在也是一樣 Retina 會不會讓它翻身呢 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我們撐過2012年的話 然後 基本上 呃 目前所看到的 在使用SVG跟 Canvas的 比較上 如果你的 你的SVG 你裡面的 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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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的的的 的元件跟那個圖形 沒有太多的話 那你可以用SVG做 可是 如果你有太多的 呃 太多的元件什麼的話 那你用Canvas 用Canvas會比較好 可是啊 可是 如果你要對應到 呃 Retina的 的螢幕的話 那你的Canvas的 整個檔案又要 暴增兩倍 所以 嗯 所以大家還是用 SVG吧 讓小弟有點飯吃 謝謝 然後 呃 對於網頁上的使用也是非常 非常的 簡單 這 這我不是專家 可能在場有很多專家 可以 可以把SVG直接 呃 參考上面的範例 把它 把它塞到你的網頁上去 然後 可以用那個 Image啊 或是 呃 if-rame 跟那個 embed 跟object 那幾個語法 把你的 SVG的圖檔 塞進去 到裡面去 然後 Apple他們自己也在 他們官網上 也做了一些 用使用SVG的 方法 比如說 他就自己在做一個 SVG的檔案 把logo 跟一些文字 全部放在一個 SVG檔案上 然後最後 再用網頁語法 把這幾個東西 引用到他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上面 最上面那一條 把上面去使用 然後 這些都是為了 為了讓他們的那個 使用者有 在 呃 瀏覽他們的網頁 有最好的使用者經驗 然後 剛才我們提到說 SVG也有 呃 也有 SVG的語法 所以他跟 SVG跟SVG的混合使用 其實也蠻 蠻容易的 呃 這個 這個我待會 講一下 就是 你滑鼠移過去那隻狗的時候 那個 狗的那個身體就會變成紅色 大概 是這個 這個方式 然後 剛才大家有沒有很疑惑的一點就是 為什麼我這張圖裡面會 會用 呃 有沒有注意到看到說 呃 這個語 把那個 SVG 使用在網頁的 語法上 會有 會有 會有兩條 兩條程式嘛 欸不是 就是 兩行 然後image就有兩行 那是他 他使用的一個方法 叫做 叫做SVG Stack 他這個用法實在 呃 我一前陣子看到 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他就是把 所有的icom 他不是像 他不是像 Mac 欸就是 Apple官網 他的這種使用方法 把SVG的圖檔 全部列成一排 他的做法是 畫了一個 大概 32-32pixel的 大小的 呃 SVG 他把每一個 每個logo全部疊在一起 疊在那個 SVG裡面 所以他那個檔案 看起來會像這樣子 看起來像這樣子 他全部把它疊在一起 可是他特別之處 他會在 在每個圖 圖層 比如說圓形那個圖 跟下面那個三條線那個圖 他都會 再做一個 用G去包起來 然後給他一個ID 然後他就可以 在網頁使用上的話 他就會變成 在網頁上的寫法 就變成說 他有兩條 第一條其實在想的是說 我去 呼叫這個 SVG 那個 Plus 那個icom logo 把它進來 在左邊 然後另外一個 第二條就是寫說 我用 用一個 那個 去呼叫 第二個icom logo 那個 SVG ICOM 第二層的 logo進來 會排在 他的右手邊 所以他的方式就是 在一個 SVG的檔案裡面 就把 把 所有他要 他需要的一個icom 全部疊 疊在一個 SVG的檔案上 所以你就不用再去 去調整他的位置 你只要認 在做這個檔案的時候 給他 給他一個G G的tag 把它包起來 然後給他一個ID 那你就可以在網頁上 把它呼叫 使用出來 使用 個人覺得是 這個 這個使用方法非常好用 然後這裡是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大家的程式 想不到吧 一個程式設計師也可以 不是程式設計師 這圖形的 可以來講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看程式碼 太厲害了 就是 就是 就是他這邊有 上面有 嗯 他現在這邊有 兩層那個 SVG 所以剛剛我們有提到說 他第一 第一個SVG 去包的就是 我們那個 那個 icom 然後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第二個icom 然後所以他就給他 有兩個不同的ID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 在那個網頁上 就是認他ID 可以把那個icom抓出來做使用 然後這一層就比較 比較 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是我比較 不會用的方式 就是 其實 SVG有 有 目前有這幾種的 那個JavaScript的 Library可以使用 比如說 Rofir 然後D3JS 跟JokerySVG 還有第一個Dojo 這幾個 這幾 這幾 10分鐘 太好了 就是這幾個 這幾個 Library可以去控制 你SVG的圖形 讓你做 SVG更多的 動畫 或是互動的 或是即時的 一些 一些互動的行為 那這部分 比較我 沒辦法跟大家講 因為我 實在不會寫 JavaScript的東西 可是可以跟大家 講一下 有這麼的資源 可以跟 SVG做一個合作 然後儘管 儘管如此說 SVG它可以做到 就是不管放大 放大縮小都不會施政問題 可是 在做 ICOM設計上 你不太可能說 你做了一個 ICOM就可以把 把這些圖形完全解決 就是在 因應不同的大小上 你還是要做不同的 SVG的檔案 去對應 不可能說 做完一個檔案 然後去放大 去通用所有的解析度 比如說 這邊圖形顯示 如果我們是SVG的話 在下面它 我們只做了一個 然後等比放大的時候 它儘管放到48 可是 它的那個線條的粗細 也會做等比的放大 所以 會變成非常的 非常的不精緻 所以在面對這種情形的時候 ICOM還是要適度的去做不同的 不同的大小做一些調整 也就是說 SVG它不是萬靈單 它還是有一些 無法解決的東西 必須透過設計師去做調整 然後 這裡是CostCover 所以 跟大家推薦一下 有兩個做SVG的工具 我自己本身也是從 這兩套的工具開始去寫 SVG的語法怎麼去做的 那如果 要無痛入門的話 一開始可以 先從 Inscape或是 SVG Edit 去做 去做 SVG的語法學習 然後 對我來說 Inscape 相對於其他的 Illustrator 或其他的 向量匯體軟體 他們無法比較的一個 我覺得最強大的工具 就是 你做完一個圖形之後 你可以再 去看他 SVG的code 所以 你在 在這上面的圖 所看到的 寫的 的這些東西 他基本上 你可以都在這個 XML的編輯器裡面看到 你到底這邊 寫的是哪些東西 所以我才說 如果要學SVG 一些語法的話 你可以先從 圖形下手 然後去看 把Inscape打開 然後去看他的程式碼 就是SVG的碼 是怎麼去寫的 然後一邊看 一邊做調整 相信你會學的 就是你會非常理解 那個怎麼做 那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也是從這邊跨過來 後來 後來就比較慢慢 比較 如果要寫一些動畫語法 基本上我就是 用 用那個小筆記本 就開始可以去寫 那些動畫語法的code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也非常推薦 就是SVG Edit 它是一個 一個線上的 的 編輯器 也就是 也是一個繪圖器 SVG的繪圖 那基本上它也有類似的功能 就是你畫完圖 你也可以去看它的 SVG的 太好了 的程式碼 然後 最 最 欸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在 在做ICOM的時候 會自己發展出來的 一個小型工具版型 比如說我們畫ICOM 畫完之後 你可能要把它放在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去 比較一下說 它在黑色背景下 跟白色背景下 的差異性 那你可能 你會 會做這種比較的時候 會花很多時間 那我們就用SVG的 呃 的語法 去寫一個 呃 一個版型出來 也是說你只要在上面 等一下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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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這個版型 基本上它當然不可能只是畫這樣的版型讓你去去去去去去在那邊設計使用 它好玩的地方是在於說 你只要在這個最上面的去畫畫出一個圖的時候 那基本上其他六個六個小 icon就會跟著你這個大 icon做 也就是說你只要做了一個你就可以知道說它在黑色背景下然後在白色背景下以及說在不同的大小下這個 icon的感覺是怎樣 那你就可以去做完之後就可以去做呃做細膩的修整 所以呃我會跟另外一個朋友在發展這個這個這個Temporary icon其實是為了協助我們自己的工作流程 只有我們再做一次之後那我們就可以有很多小SBG就可以去做更小的 icon或更大的 icon的調整 那這個 那這個 呃 這個東西我們都會放在網路上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下載自己自己來用 如果你有對ICOM設計有興趣的話可以可以拿來自己拿來使用 It's free open source 然後 然後也順便想要幫呃 幫一個國內最 我覺得滿最熱血的一個計畫打一下廣告 就是 當初 當初某個大大公說 欸洪奇你在用inscape你也來用一下 Made Butterfly 我說我心裡OS 那3 對然後 後來我這幾年對SBG INSCAPE了解越多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SBG是非常適合做 做UI Design的Prototype跟 跟一些你的圖形設計 那所以我後來才發現說這個這個計畫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 多關愛這個由台灣出發的一個open source的計畫 因為我覺得SBG它的可塑性非常強 它可以做UI Design跟UX Design的一個底層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國際上沒有看到相似的 相似的功能的一個軟體 我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這個計畫是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也許有興趣的話可以來加入一下 關愛一下 然後謝謝大家 跟我講完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